但是我就跟他分干净了 我明天收拾东西搬走 谈点那些让人心痛的瞬间 场面一 错了你原谅我吧 就这一次下次再也不会了 黑盘只分一次和无数次 我跟他没有感情就是一时糊涂 说他诱惑的我不是我的问题 我不会怪他 因为没有了他还会有别的问题在你 你觉得你没问题吗 你怎么不反思一下两人的感情出现问题 就把所有问题推到女人身上的公平吗 你要是不害我大可以离开七满分的体面 但一个男人被虑那是一生的耻辱 感情中安全感一旦炸裂 我会不相信所有人 这里不光光是你 我会觉得我接下来遇到的所有人 都是带着刀来的 我都已经道歉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 说不认错呢 有些错我不能原谅 一旦犯了就再也会了 就因为这一点错误 你就忽略了我所有的好 偷吃的女人啊 在情人眼里就好比是猪大餐 臭门越大这一件事啊 是递道的小小情 可在自己男人眼里就很恶心 因为装不粪的吧 再怎么洗也他妈洗不干净 男人 当初你口口声声说爱我 不是爱你 我可以为了你不要命 但我不能不要脸啊 我爱的那个人 像玫瑰化了唇 越是靠近越被 场面二 你昨天晚上爸妈 六人走了 什么意思啊 说话 我什么意思 你妈什么意思 一进门就问材料几十万 房子多大平 车子买是不是好好品牌 怎么呢 谈生意呢 二手市场啊 怎么说话呢你 我妈要我住在那容易吗 是不容易 那你妈提起来 我容易吗 你看看我闺蜜结婚 人家男朋友又送车 又做房 看看你呢 人家你闺蜜啥条件呢 说实际上就上升毕业 和男朋友再起那么多年 从刚苦过后还那 经历最苦最难的日子 可你呢 自打进家门之后 你上过一天班吗 你做过一顿饭吗 一来伸手 饭来伸口的 为什么每个月我 挣来三万块钱 一分钱都打不下 不都是给你花了吗 我在家也忙一天了呀 是 你忙一天了 你天天可累了 除了看东西就是我淘宝的 啥事也没有 我天天朝自己累 我天天给养老德了呗 你闭嘴都干嘛呀 我就把你娶不娶我 我娶不起你 我娶不起你 你不要你赵哥吗 让他出来 大不了就给他打一辈子 给我打一辈子司机呗 白的谁的你啊 爱情不是交易 你真心爱过他吗 我真心爱你 你确定你真心爱他 他一间三顿 除了泡面就泡面 他上面来的 要么不许的给自己买 你关心过他吗 前面这不还能商量的吗 不用商量了 你知道为什么 装满石子的杯子 还能继续装水 但装满水的杯子 他能帮你立石子吗 什么意思啊 因为他爱你爱你太忙了 最最难忘回忆 是与你 最最最最最后一文的天理 场面三 分手啊 分手吧 分手 我说分手 你听不懂吗 好 你是不是早就想分手了 我那么爱你 真的爱我吗 我今天不过生日 你买的高的吗 今天我生日 不过生日风下的谈 生日快乐 看你啊 你到底还有多久来接我 上面有点堵车 我还有一会儿 无语 烦死了 堵车也不是他的错呀 况且他在楼下等了 您三个多小时呢 快去吧 我才下来了 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 你为什么不接啊 就是不想接喽 怎么 你是在嫌我下来晚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有意见就分手呗 哎 好啊 那是分手呀 你全都是瞎说的 我没想真的和你分手 我保证下死 没有下死的 曾经是星星点点 随随便便说成千千 爱说了不不言不计前线 不去疲倦 向后向前遇见 场面四 这么多年没见 你真是一点改变都没有 我真庆幸我当初的选择 外星星点点 有些心我忘了各不去 只是记忆太不丰密 爱过的痕迹 分手吧 对不起 他哪里不用啊 他有车有房有孙快 能够我想要的一切 我也在努力 他不需要努力 你他什么 我可以 其实池面挺好的 这滚吧 昨天使不起别的呀 没说 那我吃的还挺小 别吃了 别吃了 我让你别死了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看我几分像从前 这个女人我住的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你弄了 你弄了 我也因此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 我的相亲对象质量也不断的在变低 但是我的条件是不会变的 我相信我一直坚持下去 一定会遇到那个对的人 坚持把小妹妹像你这么有秀的银子 一百年以后 你的另一半一定在宇宙的某一个角落挡着你 这个身高才175 你没听说过吗 身高没上180的 都是二级残肺 他怎么保护我呀 出门逛街能给我安全感吗 您是要登机吗 什么登机啊 还有这个 照片里合影的 系列国产车 我要求最少也是50万以上的车 你要是服务不了 那我就换家了 反正我呀 这么漂亮 婚件公司又那么多 你随便 你什么意思啊 我说 你随便啦 你这什么态度啊 我的要求过分吗 一盘小姐 作为服务行业我想提醒一下您 您的相亲次数啊 在我们行业里面可谓一枝独秀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公司就这么大胆 结了您的活 我不知道你所谓的外形标准 是否要像泰森一样一拳为你祭祷坏人 不过在我们国家 自然也是意志独秀啊 我觉得您作为一个月薪只有3500的普通文员 真的犯不着找男朋友跟皇帝登机似的 找个一品带到护卫 还有啊 你所说的找男朋友要求身高1米80以上的 当然那是您的个人选择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 中国男性平均身高只有1米67.96 离你所说的180还差13公分 你的意思是 他们都是二级残肺吗 还有啊 你要求年薪必须100万 有50万以上的车子 这个不过分吧 我们女神漂亮啊 你们男生就是要有钱 我朋友圈 他们月收入哪个不是10万50万啊 我说短视频 他们哪个又不是兵力劳斯呢 反正男生啊 就是得有钱 不然就是没本事 就有错吗 您真的不说话很梦幻 一说话全是梦幻 你 现在18至34岁的年轻人 平均月储蓄也只有994元 50万除以994就等于503个月 也就是41年 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很大 30岁之前能买辆10万以上的车子 都已经超过了90%的年轻人 中国14亿人口 存款超过100万的才300多万人 存款超过1000万的 都在你刷到的互联网上 哼 服务不好就是服务不好 我现在对你们的服务特别不满意 现在就给我退钱 并且赔我违约金 真的 真的 谢谢哈 炒面七 姐妹你啥意思啊 你啥意思啊 我几公司俩钱啊 咋跟你生意了 你俩咋认识了 我俩KTV认识 人家要求你不高 就五双彩礼 五双那车 那你现在有多车 我哪有啊 我有商你干嘛呀 我就这么一个地点 你得帮他呀 你还要我咋帮他呀 咱俩刚解公司熟 你说父母在农村住 你不放钱 我二发没说就在乘以买的房子 结果呢 那房子现在就是他在住啊 你有这条件 你帮他都怎么着 我的条件是我自己努力换的 谁帮我呀 别客气你就算男的 不是 你想小子不在能力范围之内的事可以 但是你别指望别人替你称男后 还说不是呢 我给告诉你啊 达不到我要求一天都给你住 行啊妹子 别账户就五十万八十万 五百八百的行情 离什么牌啊 我告诉你 今天这钱你要不难 我去跟你离婚 你来接着吃吧 如果我是感情之后 就一塌来不吃的话 那这条婚姻我不要了吧 我无厉害这辈子没有 我也不要你这样的婚姻 哥哥 就剩一万块钱了是吗 是啊 钱没有用了 不是 你拿这笔钱干什么 你就算打水漂 你也得让我踢个响吧 前一阵子我弟买的能舍负不够 我把钱都给他了 二十六万你全给你弟了 那有什么办法 那可是我亲弟弟 再说了 咱们俩在一起这么久了 我现在连支配家里钱的资格 都没有了是吗 你告诉我说 你现在在打我们的感情 给你弟弟当奴隶 你开心吗 你那个买房子的钱 先还我把我公司积用 还钱 那钱不是说赞助的吗 不赞助 是不是小姐 是啊 我说的赞助我弟的 二十六万 你拿我们的血汗钱 去康他人之海是吗 我当初居然听见爸的 不应该找这种独身子 自己 教训你爸妈生命 我绝对全数共产 我一分钱不留 但是给你弟买房子 跟每个段太过分了吧 我叫你成姐夫 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啊 什么叫我爸 什么变成 你是不是真我爸妈的嘛 姐 不是我说你 你说你这个生活 还过什么劲 敢信一下家里说的不算了 这点小钱 不支配啊 二十六万是小钱吗 你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这已经递取回了 你别练黑了的行不行 大不了我们家 把欠你的二十六万 和卖房子的钱慢慢还 不就是啊 你连房子都卖了 是啊 哎 你扔他干嘛 你是不是动我手机了 是啊 我动了 谁让你随便动我手机了 陆哥 假如半夜有人给你媳妇发约信 你怎么办 不是那就是我男闺蜜 我跟你说过的 多少年都是她陪我一起走过来的 我不管 反正你必须立刻把她夹回来 再请她吃顿饭 这样我才能原谅你 夹回来 我还请她吃饭 那你无缘无故给她删了 让我怎么跟她解释 无缘无故 她半夜给你发消息 这叫无缘无故 你来大姨妈给你送热水暖宝宝 这叫无缘无故 咱们仨在一起吃饭 你俩坐一起 把你舔过的筷子送到她嘴里 这叫无缘无故 行 我不想听你的问题 既然你无情 别怪我无意 你把我陪伴多年的朋友删了 我就把你陪伴多年的东西给删了 不是你疯了生不疮啊 你看 你把我爸扔里头了 我爸扔里头了 把你帮我扔里头了 好像是我冲动了 行了张景 这事已经触及到我的底线了 你现在赶紧上楼收拾东西 我去哪里坐吧 回你自己家也好 去你那个什么男闺蜜家也好 总之你赶紧走 不是 他就是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男人之间最懂男人了 他心里想什么窝窘事我都知道 男闺蜜 就是既是闺蜜的形式 做男朋友该做的事对吗 行了张静 咱俩就这么地吧 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有一种悲伤 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你干嘛呀你吓我一跳 我昨天后就会太晚了 没回家 怎么了 我知道你没回家 我找了你一宿 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我去我男闺蜜家了 她刚分手 我们聊了一宿的心里话 没干别的 没干也不行 你跟我是男女朋友 你跟别人拿单一球 你觉得合适吗 她是我男闺蜜 你懂什么呀 我们只是好朋友 好朋友 好朋友喝一杯饮料 好朋友老老包包 我是个女的这样 你受得了吗 我告诉你白棍 你别无理取闹 你要是接受不了我和她 咱们就分手了 这世界日子怎么了这个 一个女生彻夜不归 找一男的聊天 你对象问问都不行啊 你懂什么呀 有你什么事儿 我是不懂 但是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纯洁的男女关系 你老公管你是因为在乎你 也是理所应当 作为一个女人你应该洁身自好啊 男闺蜜就算关系再好做事也得有点分寸的 毕竟男女有别 如果一块肉烂了勾来的都是苍蝇 你懂什么呀你 就算我俩在一个被窝睡也不会有什么事儿 她是我男闺蜜 小伙子 找对象你得长住了眼呢 现在没结婚就这样 我跟你说等结了婚之后 还不滤到你发慌啊这个 你这家伙怎么说话呢 他说的没错 我们还是分手吧 行 你来真的是吧 你这样跟我分手 你跟男闺蜜过去吧 我错了还不行吗 完了 这一切其实本无为 场面十一 往事什么意思啊 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发消息你不回 你要干什么呀 好了你分手了我关你那件事干什么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分手了 电话拉黑发消息红色感的号不是分手是什么 那你就不会去我家找我吗 我在你家楼下待了两天两夜 保马奔驰奥迪每天跟不同的人走 你玩挺欢啊 他们只是我朋友 好没有 那你一行朋友可真多呀 一出去就是一宿 每次跟两三个人一起出去 你不累吗 你爱信不信 王旭我告诉你 你别忘了你当初在咱俩家父母面前 你怎么说的 你妈一见面跟我说的是什么 房子多大便宜 开的什么车有多少存款 你妈是商品吗 你怎么说话呢 你想娶我这不就是你应该有的吗 连这样子都没有 你凭什么娶我呀 凭你什么都不干 上班了 你工作 自从咱俩在一起 马四不是一来伸手犯来一张口的 凭什么我每个公司都要上交给你呢 就凭我是你女朋友 谁叫男朋友不上交公司啊 那是因为人家情绸耿干 四肢健全 你总在我面前说你闺蜜男朋友 怎么怎么样 你怎么不学学你闺蜜啊 人家男朋友怎么相处 有不同享有难徒党 你呢 那我在家没收拾屋子吗 没做事情吗 我也很累了好吗 你每天在家负责什么 把垃圾扫进沙发地方盘子放进水槽里 一天这么大的活动量 你可真是累得不轻啊 我不管 我告诉你 既然已经说好了 你就得娶我 你要脸吗 你要脸吗 黄旭 我说怎么回事呢 原来又找个回经了 把嘴巴放干净了 直到你 旭以前跟我说过你们两个的事 你要点两瓶吗 别再纠缠了 给个拆一下不好吗 他才分手多久啊 你就又找了一个 你知道你和他的本质区别在哪 我和他就像是往一碗装满石子的碗里倒水 而你就像是一碗满满的水 融入在野里上的水 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爱的太棒了 见过世面的女人 不相信男人 见过世面的男人 不缺女人 看过世界的男人 只爱一个女人 看过世界的女人 只爱自己